台东县丰容国小现有的图书室 在十年前在永龄基金会的捐助之下落成 然而十年的设备和动线 已经无法因应学童的需求 校方积极地向县政府争取经费加以改善 30号的上午台东县长姚清林 在教育出长的陪同下前往视察 同时允诺会提拨250万元的经费 来改善图书室的内部空间 同时也勤勉学童要投入阅读 丰容国小学生借由创意歌曲表演 传递阅读的重要性并表达感谢之意 为改善不复使用的图书空间 30号上午县长姚清林 在教育出长的陪同下前往视察 县长允诺提拨250万元经费 协助丰容国小规划符合学生需求空间 并勤勉学生积极投入阅读 我真的是要谢谢 因为阅读对各位同学很重要 因为请你们千万不要以为 在蝴蝶馆里面所见的漫画 这是阅读好吗 好 那个花一点点时间我们就好了 有一些书呢 我们还是放在图书馆 做好了之后 丰容国小的每一位同学 都要进去借书好不好 好 消防表示 现用图书室建置于十年前 柜台设置于图书室底端 图书层架高度过高 出现学生在室内玩起捉迷藏 及奔跑的现象 现阶段设施与动线规划 无法符合智慧学习的需求 将尽力保留可用资源 并加以改善 比如说 它的书架 都150公分 可是正常在国小阶段 应该要120公分 那它整个是长 有三间教室 它把服务台放在最第一间 然后学生阅读在后面 那整个中间是学生的展示 那个书架展示区 那那个区块 你等于是没有办法去控管 或是知道学生 有没有专心在阅读 这个图书室之前在设计的时候 它用了非常好的木质的架构 那个木质的东西 我都会主体结构会留着 不去破坏它 怎么样在原有的主体结构 加做设计做改变 就是会在里面奔跑 然后打来打去 然后破坏一些东西这样子 就柜台啊 或者是颜色 或者是 那个放书的那些 可以改变一下 校方以美国总统欧巴马为例 强调阅读翻转人生的重要性 并表示 新图书室将结合藏书 阅读 智慧型设备使用区 以及展演区 提供学生空间 培育多元能力 并期盼未来提供社区居民使用 共同投入阅读 记者江碧任 台东市报道